百年时尚心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东晋简文帝司马玉还是惠吉王时 一共生育了五个儿子 但不幸的是其中四个接连夭者 且此后十余年司马玉都没有孩子出生 他于是连忙找来算命先生 为他补士 算命先生便告诉他 他家中有一个女子 能为他生下两个男孩 其中一个还可以心胜尽事 司马玉一听很高兴 赶紧把自己的妻妾都叫出来 请算命先生看看到底是哪一个 但算命先生看了半天都没找到 司马玉又让人把家里的奴婢都叫出来 这次算命先生观察了一会儿后 指着其中一个女子说 就是此人 司马玉凑近一看脸色大变 只因这个洗衣方奴婢又黑又丑 实在看不出富贵之效 不过为了仔细打击 司马玉还是硬着头皮照他事情了 没想到他还真的先后为司马玉生下两男一女 其中一个就是未来的东晋校部帝司马耀 而这个女子的名字就叫李玲蓉 后来晋书这样描写李玲蓉的样貌 说他形长而色黑 工人皆为之昆仑 这里的昆仑就是昆仑奴的意思 主要是指从东南亚被卖到中国当奴隶的人 不过李玲蓉终究是幸运的 司马耀即位后 他摇身一变成了皇太妃 后来司马耀的儿子继位 他又成了皇太后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从没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无人能破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